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神经瘤 是生长在颅内 瞧小老脚的一个肿瘤 起源于听神经翘 它的确切称为应该是听神经翘瘤 它是属于良性肿瘤 生长比较缓慢 病程比较长 它约占颅内肿瘤的10%左右 多见于成年人 发病的高峰大概在30到50岁 20岁以下的患者比较少见 听神经瘤的早期表现的症状 主要表现就是耳部症状 当肿瘤体积小的时候 它经常出现的就是一侧的耳鸣 听力减退 甚至有些部分病人还出现悬晕 少数患者时间稍长后 可能会出现耳鸣 那病人出现耳鸣的时候呢 还可以伴有悬疑 发作性的悬疑 出现呕吐这种症状 当这些症状呢 那事实上就是了 无论的症状 我们回到等等 莫重点透明朗较的症状 但我记得一下 我按照明朗输的症状 希望说你会有一个量的症状 为需要的症状 有限的症状 是不是让症状 对面食状 无论的症状 白症状 等你